欢迎收看第五章的下集 我们的武器装备都整理的差不多了 刚刚我好像看到一个箱子 拿上步枪 在这个距离可以先干掉一个 在这个难度下爆虫的几率太大了 起来没 有光了 这是已经干掉了 我们原本啊 从教堂里面出来 就可以直接奔着这条路过来的 但我还是选择把人给清了 以及悬赏任务给他做了 在这呢就可以使用奴 一对一 奴慢慢磨他就可以了 我也不喜欢用奴 但是弹药啊 想打boss战比较轻松 省点弹药 还是有必要的 在这片区域呢 农场呢 又刷敌人了 我们存个档 再跟他们干 把他引过来 只要不用枪 他们之间是 不会被他们看到 而用枪 会把他们全部弄警觉 或者是没事的 又爆装 真的烦 我也没那么多闪光弹 伺候你啊 这个敌人 起手冲过来的时候呢 是可以把他给暗杀掉的 像这个敌人 我们也可以选择暗杀 剩下来的几个敌人 能暗杀几个 先暗杀几个 运气不大好 被他发现了 我们绕一下 看看能不能背后挡他一刀 本来是可以挡他的 哎 就这么 就是一直这么 这么不好 弹掉了 提速 挡掉 走 Ashley倒地了 不用管他 除非Ashley被人暴走 否则Ashley是没有威胁的 我们在他旁边打来打去 搞不好反而把他容易给打死 然后开门 进去 朗掉 被牛头发现了 牛头 放我们这边来了 这个牛头 手上没有武器 出招更不容易看清楚 有牛 二十多发牛 伺候他 可以打出一定的硬直 近距离 可以给他提速 但是太危险 他的招式比较难躲 我现在都有点后悔打硬核难度 为什么呢 因为硬核难度的弹药 真心不够用 就是如果全部是靠火器 就是子弹 去填他们不用奴的情况下 可能会打到弹尽凉绝 所以我也没办法 必须要使用这种方式去打 或者是跑徒 跑徒的情况下呢 又不能拿资源 所以就很烦 他快完了 结束 他是真的硬 好 获得了一个祖母率 这个场景里面上还剩下一个敌人 有人在叫唤 就在这 这些猪和牛 都是会进攻敌人的 还剩下最后一个 这个场景也是可以跑徒的 跑徒很简单 就是说如果说这一集 我不去做其他的一些任务 所有的 除了最后一场战斗 我们没有办法是强制战斗以外 在村庄和这个农场 两个地方的战斗 都是可以很轻松地跑过去 在这里有一座神龛 我们是有神龛的钥匙的 把神龛给开了 老式烟斗 好了 这边的东西呢 该剪的都已经剪得差不多了 我们回去一趟 整理一下武器装备 把匕首要修理一下 我匕首已经快坏了 回来主要是修理匕首 然后把老师烟斗卖掉 手头有两个手镯 合掉 就卖掉 两个组母绿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手镯 黄颜色的 然后卖掉这两个东西 这已经四万块钱 然后把喷子升级升一下 如果想在战斗中活下来 最好调教一下装备 接下来的一场战斗 也是比较大的一场战斗 喷子比较重要 喷子升满了 好了 可以出发了 走 跑过去的路呢 我就会展示了 直接剪辑回来 快点 快点 走 快点 走 走 是你 听我说 之前那是 对 说的就是 你找到失踪的Sinorita了 我不是什么Sinorita 我叫Ashley 你呢 我叫Louise 你敢打得很好 自我介绍完了 现在说吧 你是什么人 你来这里干什么 真是好问题 不过呢 快 藏起来 要藏的话 这里 帮帮我 Ashley 快 过来 进去 好了 游戏开始了 经典的防守战 难度不低 获得了一个木板 拿一个手雷 还有28手枪弹药 先把这扇窗户给它封起来 封起来以后 一定时间内它就进不来了 然后 擋一下 两个箱子破坏掉 站在楼基上面 站在上面一点 否则 左侧可能又恢复 能打到我们 现阶段 上面是不会有敌人的 在这里 闲听信步的 击杀敌人 我之所以回去一下 主要是修这把刀 因为这把刀 在这一场战斗当中 可能要需要经常性的 去处决敌人 否则敌人一失变 就头歪在那 就很烦很烦 在这里呢 就不要 接生子弹了 关键战斗 该用子弹就用子弹 哎呀 没处决掉 有点亏 失变了 不要去二楼 因为在这里还有一个 往上爬的梯子 不是楼梯 就往上爬的梯子 如果我们上到二楼 他们可能 从梯子爬上来 比较讨厌 刚刚我在上弹 外头直接喷子把他护掉 喷子护他脸 喷子护他脸 两个暴虫的用闪光把他们干掉 地上掉木板了 掉了两个木板 哎 掉了两个木板 一次性把他们全部定上 还要当心不要给其他敌人打到了 哎 这个比较战腾 他正好进来没有办法上木板 稍微牵一下 我们现在是要下去 把门赶快给他封起来 这个时候必须要用喷子了 迅速 上来 在这里防守 下面敌人进不来了 但是上面开始进人 之所以提前上来 就是要把梯子给他踢下去 抱上喷子 回头 迅速干掉 再把另外一个梯子踢下去 对不起 就这样来回跑 因为下面是不会刷敌人的 所以我们只要保证这两个梯子不上人 就可以了 不要跟他们啰嗦 他们搭梯子很快 来回跑 否则我们还要废很多子弹 把这些上来的敌人 给他清掉 对不起 有空挡 就开一下箱子 稍微慢一点他们就会爬上来了 烦 始发弹药 手枪呢 看你怎么爬 我也会是把他们放上来 用枪干他们 还是不让他们上来 这样来回跑一跑 最后阶段 牛头过来了 很烦 这地方很小 牛头攻击范围极大 我可没空招待他 防止被牛头秒掉 我们吃个鸡蛋 我们吃个鸡蛋 上面地方太小 而这个时候下面的防御也被破了 很烦 直接喷掉 先把小的清一下 否则没有办法去料理牛头 三颗手雷全部用掉了 下来 下面比较空旷了 互联把它扑掉 好 想尽一切办法 去单挑牛头 跟下 上雪了 吃个东西吧 被后面东西咬到了 小兵 小兵挠我们一下 挠我们三分之二的血 真的太恶心了 牛头干掉了 吃个咖啡 吃个咖啡 牛 这边快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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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兵 阿什麒 我这是怎么了 你是第一次咳嗽咳出血了吗 你是知道什么吗 咳嗽 吐血 这些症状都是因为 好了 你们也看到那些 人了 对吧 你身体里也有相同的东西 会把你变得和他们一样 这些 你现在正在经受的症状 只是早期反应 我 我要变成他们那样 好吧 算你走运 这种早期阶段的寄生虫 也就是 plugger是可以清除掉的 做外科手术就好 只需要掌握一点知识 还有就是 适当的设备 你也是 别担心 我呢 有个计划 前提是你们要相信我 很好 我们是一伙的了 嘿 为什么 别问那么多为什么 时间可不等人 你为什么要还我们 因为能让我好色点 别问那么多了 我会再联系你的 第五章完结 我们下集再见